参访洗肾中心前孩子们早有准备 亲手会制祝福卡 了解洗肾到底是怎么回事 他们是得了生病 就是因为他们的 他们的肾没有这个功能了 没有办法让他们排尿了 让孩子更深刻地去体验 然后去看到病人的那一个过程 让孩子明白健康的重要 这个身体的健康 就是要让我们自己去把它照顾好 在洗肾中心 护理人员讲解机器作用 老师协助孩子了解 你看看他们的手在做什么 看两只针 那只针是用来做什么的 把他的叔叔拍高级 你觉得他们的心情不厉害吗 我不觉得 他们想知道 如何是治肾中心 为什么治肾中心 所以他们可以照顾 从小的时候可以照顾 所以他们可以来到这里来 走出课堂 看到叔叔阿姨洗肾非常辛苦 孩子用歌声和手语表演 帮助他们暂时忘掉身上病痛 回到课堂用画笔记录心得 不可以吃甜甜的食物 还有咸咸的食物 要喝多多水 洗肾中心的校围教学 不只让病患感受温情 也让孩子们体会健康可贵 进而培养良好的生活习惯 大家新闻这是美职工 马来西亚报道